男投一名理性女子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 打了一个喷嚏突然间减速 遭后方车辆检举埃罚1.8万 女子不服提出了行政诉讼 而现在法院裁定的结果也出炉了 开车时难免鼻子痒打喷嚏 不过男投有名驾驶因为在高速公路上 打了喷嚏踩下车而埃罚1.8万 有警觉到说我方向盘已经左转了 所以我当下我就赶快招踩刹车 余待无辜没想到人体的自然反应 竟然遭到了检举 李小姐说当时打喷嚏时 担心车辆失控所以急踩刹车 结果后方车阵也跟着急杀 有驾驶不满车速揍减分而检举 但李小姐不服挨罚1.8万 提起行政诉讼 我虽然刹车了 可是我不符合任意 也不符合骤软降速这样子 结果剧情大翻转 法官认定李小姐打喷嚏时 后方第一台车子是有保持安全距离 反而是检举车没有保持距离 突然急杀才差点酿货 因此判定李小姐没有危险驾驶 法院裁判撤销 本大队尊重司法判决 法单撤销李小姐松了口气 不过警方还是提醒 若驾驶遇到突发状况 还是别急踩刹车或是急转方向盘 保持冷静才能够避免操作不当而导致意外 解最右转